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台湾世界展望会服务的弱势家庭 由于工作机会减少收入瑞减 前来求助的询问比平常多了一倍 展望会邀请民众把振兴券化为爱心 捐赠振兴券给国内需要的弱势家庭 而花岗国中的学生们就响应了 他们捐出一部分家中的振兴券 要帮助这些弱势的人 来到花岗国中世界展望会正在宣导 如何将手中的三倍券做合理的运用 花岗国中校长林恩明表示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台湾世界展望会服务的弱势家庭 由于工作机会减少收入瑞减 前来求助新冠比黄年多一倍 展望会响应民众将振兴券化为爱心 捐赠三倍券给国内需要的弱势家庭 学生则是大大的支持 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整个经济活动整个趋缓下来 那我想对很多弱势的孩子 他们的生活都会觉得会比较困顿一点 所以说这次振兴券的部分 也希望借由振兴券去提振整个经济活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借由G2030的一个活动 让孩子可以体验到说 其实经济弱势的孩子更需要照顾 那我们借由这个振兴券 如果兼助给这些弱势的孩子 我想对未来整个孩子 他们面对弱势孩子的时候 更有同理心 更能够去关怀到我们弱势的孩子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换国中学生表示 7月15号拿到三费券都是促进消费 可是真的不是那么缺东西 就觉得如果自己不缺 可以捐给别人用 就是各种都可以消费 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方法使用吗 可以捐出去或是用在一些帮助人民的身上 现在老师有跟我们讲 说可以捐出一部分的家里 家中的振兴券来帮助一些弱势的团体 一些弱势的小孩 虽然说因为只有一天 其实没有到就是身体会有什么不适 或者是很不舒服之类的 可是其实就是还是可以感觉到 就是没有吃东西的那种 那种感受就是其实没有很好 所以能体会出来 所以说愿意把那个振兴券交出来 对对交出去 资本振兴三费券将在15号发放 6号起也开始陆续从台北邮寄运出 总捐价新台币15亿元的三费券 到宜朗花莲台东 然而不管是实体或是电子绑定 都可以选择捐赠给需要帮助的人 因此现在不少爱心团体呼吁 可以将手中的三费券捐赠出去 记得就继续华士博党